榴莲被种下去 榴莲种下去的时候 它会拿几年开花结果 五、六年 那个榴莲就开花结果 开花结果的时候呢 那个榴莲能够产生的味道是什么味道 就是最伟的这种味道 甜 只要水果有甜就能更爱 但是经过三十年过后 那个树就慢慢长大 长了三十年过后 就开始进入这种老树 老树的榴莲 它就会出现酒味跟口味 所以任何的榴莲 如果它还是年轻的时候 它是不可能也不可以酒 为什么 因为它还制造不出来 一个例子 茅山王 我们家的茅山王也吃不到酒 也吃不到酒味 为什么 因为它只有十三年 只有十三岁 这个茅山王 所以这个茅山王如果它三十岁的时候 它就会有很多品酒 今天我把这个茅山王跟它破开来之后 每次吃到甜 可能有一点点苦 为什么 因为它只有十三岁 因为它只有十三岁 这个是红虾 这个红虾 你吃起来的时候 你这个茅山王很好吃 为什么这个会比它好吃 因为它已经老实了 十岁 它的茅山王很细 因为我这些都是我父亲跟我哥哥中的茅山王 所以你看到这些形状 你就猜测它是五十岁 假如说如果你看到它这个粗一点 你可能猜测它三十岁 越细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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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它不能生的 因为它一棵树老的时候 它就会有很多天灾 什么天灾 大风把它的枝盖给吹挂 细菌侵犯它的树生 前整棵树生满青苔 所以生满青苔的地方就不会结果了 它那里还不会生青苔 有阳光的位置 就是自头外面的 你看我前面这里的树 再变成一片